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自由Monica 这一幅是《神哀经》第五端 《恢人无欲》 这一幅你会见到有一只手的出现 向着光探求一样的状态 如果大家记得有一幅明画叫《创世记》 当中有一幅画就是 上帝和阿当伸出大家的手就快接近的时候 天主就将灵魂赋予了给人类 是一种礼物 而当时阿当的手是比较垂低 而今次我将他这幅画 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演绎出来 就是将阿当代表我们的手 去寻求天主的宽恕 所以我们的手是特别向上揚 令到整件事是我们去主动寻求天主的宽恕的感觉 还有光 圣经都曾很多次说过 光是代表天主 代表宽恕 代表光明 这一样当我们主动去寻求向光的时候 就是代表了我这幅画的意思 《创世记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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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创世记》